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HTC One Tony Mack 热力推荐 Zither Harp Revoir Paris Un petit séjour d'un mois Revoir Paris Et me retrouver chez moi Seul sous la pluie Parmi la foule des grands boulevards Quelle joie inouï d'aller ainsi au vazar Prendre un taxi Bonjour 我是梅儿 欢迎来到梅儿的飞行记录器 今天呢梅儿要带您到中东世界来旅行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林外美小姐 也就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老夫子姐姐 大家好 对啊 老夫子姐姐今天要跟我们聊一聊 除了上次我们有聊到以色列巴勒斯坦 我们这次想跟老夫子姐姐聊到的是 黎巴嫩 叙利亚跟约旦这三个国家 那这些是你会觉得他们都是充满了 新闻上大部分都是很神秘啦 不然就是很恐怖 随时好像有战争 是 那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它是人类文明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要篮 对 包括像一神教啊 还有文字的起源 然后也包括像现在的耶路撒冷 大家的朝圣地啊 那是 而且也并不是不是我们去旅行也不是你 我们看到中想象中这么危险的地方 是 那上周因为 上次因为就是 有来不及告诉大家 其实在在那个地方的 治安各方面是很 很OK的啦 这样 那 当然战争我们不能保证 但是你就是旅行的一些点 应该基本上是OK的 那今天呢 跟大家要再聊一下 因为这个中东范围真的是很广 很广大 我们一起也只能聊两个地方嘛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 黎巴嫩叙利亚跟约旦 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觉得我对于黎巴嫩的了解 其实是从纪伯伦的诗集 因为他应该是我的偶像啦 那他几乎每一本书我看了我就一定会买这样子 他对于这种故乡 对于祖国 他透过他的诗 透过他的话 等等 我觉得 就是常常真的是感动到我这样子 我自己也因为 他写的这些 我对我自己的故乡也非常多的琢磨 我写台湾的话 从我的故乡开始写 从我的故乡开始旅行等等 都是受纪伯伦他思念故乡的影响 包括我也会想想 我爸爸好思念他的故乡 我也写出来了 就因为他写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深沉 那我对于黎巴嫩这个国家的印象 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 就是他好危险 每天你看到离南战争 以色列战争等等 不是 我是带着纪伯伦的诗 带着他对祖国的想象憧憬跟怀念 我上飞机的 所以我快到黎巴嫩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那第一眼看到那个 底下那个就是 因为那是一个晚上 然后我有在书上描述 其实那个就是 我在想象那个纪伯伦 如果我是纪伯伦的话 那那时候是什么感觉 应该是很感动的 所以我带着无比的就是这个应该是憧憬踏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因为那一次是在贝鲁特下飞机 就是踏上那个国 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国土的感觉 我那样讲是一种旅行的情怀 那我们讲到现实当中的这个就是黎巴嫩 其实他有 他在1991年之 1975到1991是 这段期间他有比较安定的一个时间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经过二次大战之后 等等到比较安定的时间 当然很可惜他在2006年他又就是安定了一段时间 可是他可能又开始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内乱这样子 那可是在这之前呢 他叫做这个就是中东的小瑞士 对他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现在只要听到名人 他很有钱而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会想他可能放在瑞士 那么全世界欧美或者是走欧美系统的 他们都放在瑞士 那为什么贝鲁特他叫做 就是贝鲁特是黎巴嫩的首都 他为什么叫做小瑞士 因为阿拉伯人基本上会把钱放在他们自己 伊斯兰世界里面的银行 所以他们可能不是放在瑞士 那阿拉伯世界他们的如果 他们就是集中放在贝鲁特 所以他叫做贝鲁特叫做中东的小瑞士 是这样来的 你到这个中东 你看我那个书上拍的照片 真的小孩子都是非常时髦的 然后他们 你去的那个街景就有点像我们在中校东路 东华南路 然后呢 妈妈贵妇啊 就是推着小孩 旁边是有用人的 有的还两个用人 两个小孩就两个用人 然后小孩也是非常时髦 我看到好像小孩都是很时髦 就是他们会做生意 那这里也是迦太基 就是应该说贝尼基 就是历史上的贝尼基人是很会做生意的 他们靠海港 那个地方 它是地中海的东岸 所以那个地方有非常多的 那个就是 这个就是 包括现在 你地中海 它都是 只要是港口 其实都是石油 石油 这邮轮等等都会进来 就是要运输的一个中继站 那所以在那个地方 你会看到 哇 怎么不是每天在战争 或者是这个地方 都是很 很蒙着面纱的女性等等 不是 它不是这样的 所以 它就非常的fashion 有点像杜拜 像杜拜 对 可是它比 因为杜拜它是沙漠里面 它是硬生生的去把它盖起来的 所以它的资源都是还是要 不是天然的 它是人造的 它是与海争地 与沙争地那样子做出来的 那相对来讲 它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到 像它这么样的 这个就是说 自然形成的 那所以在那个地方 他们比如说 我在中东地区 唯一看到抽水烟 而且是 那个水烟 它是很漂亮的 就是说 它的水烟的口味 是西瓜 它就是西瓜 非常漂亮的在桌上 那凤梨的口味 就是都是凤梨的 而且都是 都是新鲜 而且非常漂亮 一路上 抽水烟 男男女女非常多 当然很多是观光客 那街头的 你就觉得你在法国嘛 那个叫香榭里西大道 这个大家会觉得说 到欧洲就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喝一杯咖啡 其实黎巴嫩街头 这个贝鲁特就是这样 这个是如果你在 这个就是说 1991年前后这样去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那现在呢 又发展成中东的小巴黎 巴黎是什么呢 我们听到巴黎是什么印象呢 Fashion 所有的就是说 伊斯兰世界 它你说它的这个服装是 它有造衫 然后它有 应该是说 它有应该我们讲头巾 它有它的服饰 那它有它的服饰 它有它的时尚 它有它的流行 那它最重要的第一大的一个流行之都 就是贝鲁特 所以它就是极 这个叫做极时尚 极金融 那当然就不用讲了 全世界各地来来回回的 这个就是做生意的 因为这个黎巴嫩 他们很重要是 就是菲尼基的后代 所以他们是很会做生意的 他们的创意 他们的手法 他们的认真 在那个地方都留下来 看得到 现在贝鲁特 应该是说 黎巴嫩 它有的 他们的居民 应该是 应该是 600万人 他们但他有大概 将近三倍 五倍的 侨民在国外 那这些在国外的 他就把都钱汇进来 或者做生意就进来 所以贝鲁特 基本上 进贝鲁特的观光客 不是很多 是说他们自己的 这个侨民回龙的 做生意的 非常非常的多 那相对来讲 观光客有时候办签证 不是那么简单 而是 因为他们 他们自己就自给自主了 这是一个 我对贝鲁特 这个特别的 深刻的印象 是非常时尚的 再来叙利亚呢 或约达 叙利亚 我觉得 特别要谈的是 他的首都 就是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 这个是真的 他是在从 那个圣经 旧约时代 就叫大马社 这样的一个城市 也就是人类 最早的 就有人类居住的城市 像我之前 那个书叫 一万年在路上 那么就特别提到 叙利哥 这个一万年前的城市 以及大马士革 这个就是 非常非常早 五千年前就 有人 他就是一个城市 就那个条件 就已经是很好的 一个城市 在那个地方呢 我觉得就是看到的 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 其实 他们的 我在那个地方 我刚发现了 这个就说 这次我都来不及 讲清真室 建筑啊 等等 这些可能 大家多少有 大致有耳闻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 我在那边认识了 一个人 他叫做撒拉丁 撒拉丁呢 就是我们如果就记 就是在 我们记得 那个应该叫做 这个十字军东征 他们 败在谁的手上 就败在撒拉丁的手上 那撒拉丁对于 阿拉伯人来讲 就是民主英雄 他呢 他的形象是 矗立在 这个就是说 大马四个 最重要的街头上面 就在那个地方 那 那我真正要强调的是说 我到了那个地方 认识了撒拉丁 我研究了这个人 在发现 他是非常仁慈的一位 君主 应该是这样讲 那撒拉丁后来建立了 那个阿优比王朝 你在叙利亚 你如果要去看 那个就是世界遗产 还有一个地方 叫做阿勒坡 那个阿勒坡 就当时是阿优比的 一个 应该首府 那阿勒坡城堡 也是非常漂亮 那我上面也有写 今天没有办法讲戏 但是我特别要讲的 就是说 这样的我们认识的 伊斯兰呢 他们是不是 现在大家想象的 就是说 一手拿着AK 这个叫AK47吧 就是枪 一手拿着弯刀 因为伊斯兰的那个弯乐 大家都把它解释 那是弯刀 这样子 那就觉得说 都很强悍 你看到电视上 就是可能 大部分就是说 那样的人 就是拿着炸弹 然后呢 冲到一个建筑物里面 然后哄一声 然后就烟消士气 然后就有人被抬出来了 士兵被抬出来了 然后呢 这可能就是用一些蒙面的人 又围过去 印象大部分这样 我对 我一直在回想 我对他们印象是什么 我是这样 我忘了我在哪里看的 但总之应该是 电视上 我都有看到 就是那样的印象 应该是很多这种 尤其是美国媒体 营造出来的印象 对 那大家就觉得 他们是很可怕 那我现在强调的是说 其实相对于 你相对于就是说 在战场上 这些撒拉丁 他战胜了之后 他收复了耶路撒冷之后 在耶路撒冷 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应该叫做 同称为基督宗教徒 那因为他们是 伊斯兰嘛 伊斯兰教 所以呢 这些 这些教徒呢 是不是他要把他送走 当时要送走的时候呢 其实有人没钱 没有盘缠 那这个就是说 他还 就是尤其是算妇女 战争 先生已经战死了 可能是跟他打仗的 他战死了 可是他们输了 因为这里被他战 因为耶路撒冷 自古以来是重地 在当时对阿拉伯人来讲 我是收回耶路撒冷 那十字军东征 我们如果去了解他的故事 知道他是应该是借宗教之名 行应该是奸淫奴掠之始 这个是绝对应该是 现在都应该是 大家都可以这样承认 可是呢 萨拉丁跟这些 他战争引了之后 其实他在对待这些战俘的 这些遗父子遗孙 或者是说对付这些 他们的这个战俘 敌人 亲属 他们非常的仁慈 我看到那时候就觉得 好感动 你知道吗 他把他送到现在的叫做 就是 所以这些地方也是 后来我旅行的时候 旅行的时候 我们在安排的时候 一定要排进去 就像现在以色列 土耳其南部的 安提阿克 安提阿克 就是在历史上 在写的时候 他当时就写 送到这个地方 或送到贝鲁特这些地方 就是说 就是把他送到他们这个基督宗教的一个 就可以集合的地方 可以在那个地方又住下来 所以到现在 他们这件事情流传下来 也就是说 萨拉丁是一个仁慈的君主 对他们来讲 对阿拉伯人来讲 他是民族英雄 我们也有我们的民族英雄 比如我念书就是 正成功等等 那他们呢 就是萨拉丁 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他们的民族英雄 其实伊斯兰教 它是一个很仁慈的宗教 它其实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那种恐怖的宗教 对对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跟 阿富子姐也聊 非常精彩的旅行经历 阿富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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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